针对2024基隆城市扮成马拉松的最新进度 市长谢果良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表示 基隆毫马长跑协会将尽速修正交通维持计划 9月16号市府将再召开道安汇报 如果交维计划或道安汇报通过 渴望在10月6号如期办理 而市府相关局处也将提供协助 另外就补给、医护等配置 也提供主办单位具体的规划建议 我们原则上将会持续的修正一些交维的计划 并在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9月16号要来召开我们的道安会议 也会把这个案子再提入到道安会议里面去来审查 那当然我们还是朝就是说 假如道安会议能够顺利通过的话 我们还是期待在10月6号那如期举办 活动最安全最高规格的方向准备 我们昨天也邀请了交通、卫生、警察、环保、公务、文官、都发跟公车处的首长 大家都一起与会把所有可能在这个办成马拉松的这些细节 还有封路的路段 以及这个如何跟市民朋友做有效宣导等 昨天做了很多的开会讨论 补给配置、医护配置、交管警力、环境清洁、活动宣传 我们也跟协会大家共同的在讨论 那人力方面我们预计将出动超过50名的警力、20几名的逸交、70名以上的志工 还有几名的驾驶、医护增加到4个救护站 然后各设在两个中继点各设一共到8个护理人员 然后配置两个救护车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跑步的时候 因为他的心脏负荷非常的大 那有时候临时如果发生了一些就是心脏方面的一些突发状况 那可能也会导致欧卡 这个是绝对不能够等闲四肢的 所以我们都非常的认真去看待这一次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那也增加了这个清洁配置呢 也增加了植母车一组以及流动厕所28座 市长谢国良强调市府相当重视这个基隆城市办成马拉松 将朝向最安全、最高规格方向来准备 以提供参加民众更安全、舒适的路跑环境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感谢您的运动 谢谢您的优秀